所以在这个地方,您看一下,像我们刚画出来的这个报表呢,我们会希望把它变窄一点,那我们就直接到这个地方,页面资讯,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Range,直接把Range的一个这个改成,比如说30% 好,这个Range一是不是改成30%,那还有Range3,所以把Range3它的一个薄度改成30%,这样就更像了,更像刚刚这个,好,可是我觉得这些格式的修改,这个字会变大一点,好,这我想应该很简单了,所以我就不去特意强调再去找了,我们来去看一下,就是说, 这里面它用四个数值,四个数值,那哪四个数值,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实际的数值,好,截至目前为止,就是假设你今天自己去算出来,截至目前为止是多少,好,接下来呢, 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总共,总共是120k,120k,好,这意思就是说,我们可以把它应用自己来去思考一下, 那,例如说现在的完成率是多少,好,平均完成率,假设平均完成率是多少,那现在这一个人达到多少,那接下来呢,它是落在什么地方,所以我们如果说回到我们现有的这个资料里面, 新增一张资料里面,我们是不是要算出几个量值,量值,首先呢,假设我们今天的总金额,总金额, 好,假设我现在新增,就是为了去算,为了去算,为了去算,刚刚那个数值,所以呢,我们就去算说,谁的,好吧,假设我们全部都是算,老王的一个量值,老王的一个目前,目前的一个量值, 假设这个量值等于多少,假设等于58,好了,580,好,这边我们是不是就有一个老王目前的量值58,那在新增,各位应该大概知道一下,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去算一下,总销售是多少,老王所有的那个销售,我们要算在这里面销售, 好,叫做,比如说,老王的总销售,总销售,它怎么算呢,是不是,用 Talculate,然后加总,加总,加总什么,加总的总价,总价,然后接下来呢,它的过滤条件要写什么,过滤条件是不是,业务人员, 业务人员,就是,有一个叫做,业务人员,对吧,我们这里面是不是,有一个业务,对, 这个业务嘛,哪一个工作表呢,我们应该叫做销售,这张工作表里面的业务人员, 我要等于谁呢,老王,对吧,这样我们是不是就算出一个数值,这个数值呢,如果你有兴趣的话,可以自己去算一下, 就是,它总共销售了297个百万,对吧,那总Total是多少,总Total, 总Total到时候,为了我们这样的方便,我就不算了,总Total就是直接用这个数值,对吧, 好,那我们现在就来去简单的先画出来,画出来这张图,怎么画呢,所以在这个地方,这个汇入制定的视觉效果,汇入, 然后接下来,我们是不是从下载那边,因为我刚刚把那个视觉图下载下来,所以点它,然后点卷,开启旧的,确定, 然后接下来呢,稍微等一下下,晚一点我要再跟你们分享一下,因为Power BI非常吃你的记忆体, 记忆体哦,不是CPU,是记忆体,好,如果再加一个更吃记忆体的R,哇,这两个东西很容易导致你就当机了, 所以建议各位,记忆体越多越好,CPU我觉得还好,就是记忆体,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,好,所以我是不是就点它,然后接下来呢,这里面有几个数值嘛, 我的实际的数值,是不是就是老王的销售额,所以放在这个地方,就是297个百万,但是它这边总共要放多少呢? 那就是总total咯,总total,所以这边我们是不是把总价放在那个这个,end value,end value就是总数,总数,好,那个总total,这边加总,各位,各位,这个总价我之前我就算过了,我放的不是,也可以放这一个数值啦,反正,反正就是, 但是你去放这个数值,它会自动做加总,你有没有看到,自动做加总,这样可以了解哦,虽然它是一个一个的值,它会自动加总,那是不是现在还缺两个数值,对不对?那两个数值就是你制定的一个标准,假设啦,假设,我的是一个平均值,平均值, 各位知道什么是平均值?各业务人员销售的平均值?那自己来去算一下好了,各业务人员销售的平均值,来cow call me,把它当作是,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,这个range 2,可以吗? 好,就是各业务人员的平均值,各位,我先简单的告诉你们这个数值哦,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业务人员,好,我先画出来哦,我现在重点是要那个数值嘛,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,业务,好,我就勾业务,然后它的销售,那个总total, 可是我要这个平均值知道吗?就是这些数值的平均值,而当作是它的一个开始,就是range 2,可以吗?那至于说这个range 3的话,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定出来, 例如说,假设这边的话,我们就定出一个5亿好了,假设5亿,因为这是2个10亿嘛,就是20亿,好,这样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,好,请问一下这个数值的平均值怎么算? 这边是不是6的业务人员,它的平均值怎么算?我要把它放在这个地方,好,那我们现在要算这个数字的平均值嘛,对不对?好,我不晓得你怎么想的,就是那个想法上应该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,简单的说,最简单的算法是什么?除以6嘛,总数除以6,对不对? 你千万别去想很多复杂的想法,我跟你讲,就是有了很多的知识或者方法之后,可能只是会让你想法变得很不单纯,但是有最基本的方法,就总价除以6不就算出来了吗? 对哦,总价除以6,好,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新增加一个数值,就是说各业务人员销售的平均值,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新增加一个数值,就是说各业务人员销售的平均值, 我们新增加一个数值,就是业务人员销售的平均值,就是业务人员销售的平均值, 总价,好,那我们就直接输入,总价,在销售里面的总价,除以6,我们先看一下这样子,对不对? 好,直接按一下Enter,好,那对与不对,我们要直接试用看看,所以这个时候呢,我们假设就直接把这个业务销售平均值打勾, 至少它有算出来一个数值嘛,至少它现在有算出来一个数值嘛,至少它现在有算出来一个数值,好,我们现在不是要,重点不是要用在这个里面,这边在算的是什么,小米加种之后的平均值, 这样平均值,我不是要这个数值,好,所以稍微注意一下,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用的这个除以6是可以接受的,但是有些地方不可以接受,有些地方你还真的必须要用divide来去做相除,好,不要忘记,我们在初阶的时候有教过要divide,它就是除法,好了,现在把这个数值放到哪里去? 放到这张图的什么地方?Range2的开始值,放到这里,Range2的开始值,好,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,我们还有一个就是,我们假设5亿,定出5亿这一个标准,定出5亿这一个标准,因为这边是不是6个人,好, 所以平均值是这样子,大概平均值是多少? 居然还不到1亿,不到10亿,不到10亿,大概就这边5亿,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目标定到10亿,好不好?10亿,所以在这个地方再新增加一个量值,新增一个量值, 然后去呈现这边我们假设叫做,就是业务销售的一个比较高的那个值好了,就是达标的那个比较高的值,假设我就直接定10个亿好了, 各10,000、100,000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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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亿,10亿,然后就直接把这个业务达到的高值放到什么地方去?放到这个地方,Range3,这样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了, 那接下来你再把这一个人他所占的比例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是不是把这个值打开 他完成就是所有这六个人里面老王老王的一个销售是16% 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 就放你们来动手完成这两个数值 记得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就是总金额除以6 因为你要的是一个开始的一个计算标准跟结束的一个计算标准 让我们可以直接呈现说达标是多少 好,请你们动手来做一下